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 12年国民基本教育新课纲 技术型高中设计群的课程纲要内容 本次将从新课纲改了什么 校定课程怎么做 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以及与一般科目的关联的四个面向 协助大家对技术型高中设计群课纲 有概率性的认识和了解 第一部分 我们先介绍12年国教新课纲 改变了什么内容 12年国民基本教育自103学年度起实施 总纲易于103年11月公布 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群课课程纲要 则在107年12月底发布 并于108学年度正式实施 其能顺利推动新课纲 落实课程研修理念与课程目标 本次课程研修特色 为强化学生的基础专业技能 设计群课程设计 以对应职场需求之能力 新增技能领域课程 以培育不同科别学生的职场就业能力 此外 为建构学生的基础素养 新课纲配合专业知识 融入职业安全及卫生 职业伦理与道德 环保及劳动法令之内容 并在学习表现中增加核心素养之系统思考 创新应用 美感鉴赏 沟通协调 团队合作 及问题解决能力等 以含育学生社会责任及公民素养 并为未来发展做准备 从99课纲到12年国教新课纲 可发现务实致用的专业技能 仍然为重要目标 更进一步强调核心素养 在教育目标的基础价值 因此设计群课纲 亦依循这样的理念 进行提纲窃领的规划 新课纲规划理念 在内容及架构部分做了调整 包括一般科目、国、因数可以适性分组 固定专业与实习课程加以修订 令新增技能领域 在下定课程方面 降低开班人数 引导开设跨班、跨科、跨群选修课程 增加弹性学习时间 丰富学生在专业能力及核心素养的培养 布定课程与校定课程 再加上弹性学习时间和团体活动 形成本次新课纲制技高课程架构 其中在布定群实习科目里 增加了科通用的技能领域 设设设计群全共同课程 专业科目维持原来4个科目共8学分 实习科目增加了表现技法实习 电脑向量绘图实习 及数位影像处理实习3个科目 共计28学分 全部合计36学分 技高新课纲布定课程中 新增了技能领域的规划 而技能领域的形成 系把设计群里属性相近之科别 截取共通基础技能 所形成技能科目之组合 借由技能领域里的共通课程 培育学生跨科别之 共通基础技术能力 为了培养学生跨科之 共同技术能力 设计群共规划 六大技能领域 平面设计 立体造型 数位成型 数位影音 互动媒体及室内设计 其对应之实习科目 及科别如表所示 每个科别都会对应到 一至二项技能领域 以符合该科制未来职场需求 例如广告设计科 对应到平面设计 和数位影音这两个技能领域 新课纲相对于九九课纲 除了配合产业技术发展 对布定专业级实习科目 进行检视调整外 更进一步规划新增了技能领域 课程架构 以每个技能领域都有 二至三个科目的课程规划 设计群共同专业科目 保留了设计概论 色彩原理 造型原理 它一起能开发四个科目 将设计与生活修改为设计与生活美学 删除了数位设计基础 各科在单元主题及学习内容上略有调整 此页是设计概论与色彩原理的对照表 色彩原理是此次修改幅度较大的科目 各单元重新整并之外 也删除了配色与调和整个主题 造型原理 创意潜能开发 及设计与生活美学的对照表 设计与生活美学 延伸了设计与生活的内容 强化美学的素养 绘画基础实习单元主题前后稍有调整 删除了新洋近代绘画介绍与练习 基本设计实习单元 主题前后也同样稍有调整 删除了文字造型及特殊技法表现 基础图学实习沿用了99科纲各单元 表现技法实习 电脑向量绘图实习 及数位影像处理实习 为新科纲新增科目 在新增加技能领域部分 平面设设计技能领域包含三个科目 图文编排实习 基础设计实习 与商与商业摄影实习 影音制作实习 及影音剪辑实习 公计六学分 互动媒体技能领域包含两个科目 网页设计实习 动画制作实习 公计六学分 室内设计技能领域包含两个科目 室内设计与制图实作 室内装收实物 公计实学分 接下来为设计群各科的必修专业 及实习科目和学分数表 现在看到的是 广告设计科的课程规划 广告设计科的技能领域规划 有平面设计 及数位影音两个技能领域 现在看到的是图文传播科的课程规划 在技能领域部分规划了平面设计技能领域 各校可依学校发展特色 及学生生涯发展 决定是否开设数位影音技能领域 此处是美工科的课程规划 在技能领域部分 规划了平面设计 和立体造型两个技能领域 此处是美术工艺科 家具木工科 家具设计科 陶瓷工程科 及金属工艺科的课程规划 在技能领域部分 规划了立体造型 及数位成型两个技能领域 此处是多媒体设计科 及多媒体应用科的课程规划 在技能领域部分规划了 数位影音 及互动媒体两个技能领域 此处是室内空间设计科 与室内设计科的课程规划 在技能领域部分 仅规划室内设计一个技能领域 学校可依以下四个方式 选用布定科目之教材 一、国教院审定版 二、中央主管机关编定版 如国教署请相关群科中心编审之教材 三、讲竹出版业者编辑审定版 集四、经学校课发会审查 必决议通过后使用的学校自编自选教材 新课纲翻转过去以教师为主题的课程设计 强调教育应以学生为主题思维 核心素养成为课程发展的主轴 为了让学生适应现在的生活 面对未来的挑战 所以在课程教学上 要重视知识的运用 能力的增进 与学习态度的养成 核心素养分为三面九项 三面指的是自主行动 沟通互动 及社会参与 九项就是指三个面向下 所产生的具体内涵 为了让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 因此强调情境的实际运用 以及跨领域与科技的整合 并在生活中实践 以培养学生成为 以人为本之终身学习者为目标 透过素养导向的教学活动及课程 可务实提升学生的竞争力 技高学生之学习 一般科目 同谱高及纵高对应领钢核心素养 及学习能力 而专业级实习科目 则同时对应全核心素养 和科专业能力 技术型高中学生的专业能力 需延伸到核心素养的实践 举例来说 实践内完成设计 是专业能力的表现 能够解决问题 满足业主需求 则是具有核心素养的专业表现 在十二年国教新科纲中 设计群规划的群核心素养共有五项 各校之设计群科 依参照群核心素养 科教育目标 专业属性 与职场发展趋势等 研定科专业能力 并进一步地规划校定课程 在十二年国教新科纲中 各科目都有清楚名列学习表现 主题、学习内容 以设计概论举例说明 学生在学完设计概论后 会有六项的学习表现 而上课所需要的学习素材 即是主题及学习内容 第二部分 校定课程怎么做 设计群各科可依据学校特色 职场需求及学生生涯发展等 以其专业属性及职场发展趋势 研定各科的专业能力 于校定科目约63至80学分 内发展以学生跨班自由选修之校定特程 并形塑各校科之差异特色 在课程发展时 不定课程是以国内产业人才需求加以规划 校定课程则是依据学校愿景 学生图像及在地产业人才需求 加以订定科教育目标 及规划校定课程 并透过课程实施 培育产业专业人才 以下说明新科纲校定课程的规划步骤 我们先以学校周边产业人力需求 及职场进入为基础 进而确定科教育目标 必建立科专业能力 因此规划校定科目 规划流程便经由这四个步骤 最后一个步骤是完成课程地图 学校在规划校定课程时 同时需规划所要办理的选修课程模式 包括同科单班 同科跨班 同群跨科 同校跨群 以及跨校选修五种 学生肯进行跨班选修 选修后 每班最低人数为12人 为了让校定课程规划 能循序进行 我们利用科教育目标 科专业能力 及学生图像对照表 来进行规划 首先 以学校周边产业之地图为基础 未及出对应在地产业需求之行职业别 或参考主基础 毕业生就业流向等资料 进行人力需求分析 经过产业人力分析后 以此为基础 结合各校各科之现况 特色及发展规划 发展出科教育目标 与科专业能力 因此 各科会因学校周边之产业 与科之特色发展 而发展出不同的教育目标 与专业能力 最后再与学生图像加以对应 我们可以发展多个科教育目标 及专业能力 而一个科教育目标 则可对应多个科专业能力 在规划时 便要考量学生基础能力的建构 选修课程的专业分流 及跨域能力的设计 基础能力如同新车的标准配备 而专业分流或跨域能力 则如同新车的选配概念 科专业能力 以展现该科之特色及专业发展 并包括知识 能力 及态度 接着 再将每一个科专业能力 一一与学生图像进行双向对应 对应的黑点 代表该专业能力 与学生图像是高度对应 空心点 则是低度对应 以广告设计科为例 科教育目标 科专业能力 及学生图像的对照表中 科教育目标 第一至五项 分别对应科专业能力的 第一至五项平面设计 数位影音摄影 立体造型 及商业类等专业能力 并可分别对应到 不同的学生图像 而科教育目标的第六项 与科专业能力第六项相对照 主要是职业道德 及继续静修的态度面向 科教育目标 与科专业能力的发展 需要请学校召开 群课程研究会 及科教学研究会 其中 科教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 为科专业科目教师 亦可邀请一般科目 及其他群科教师 共同讨论 游科专业能力发展出 专业科目及实习科目 在游科专业能力 及科目的对应 便可构成基础能力的科目 包括布定科目和校定科目 而分流或跨域能力的科目 就形成适性洋才的 校定跨班选究科目 我们利用专业科目 实习科目 及科专业能力对照表 进行校定科目的规划 这张表格上面 一列是科专业能力 左边则是科目的规划 学校在科目规划后 便能和科专业能力 一一对应 规划校定科目时 首先可盘点九九课纲的科目 以及新课纲布定必修科目 再将各科目和科专业能力 加以对应 必考量科特色课程 及对应科专业能力 所需增加的科目 当发现科目 无法对应到科专业能力 于科教学研究会时 即可加以讨论 该科目是否删除 或单元内容加以调整 在对应科专业能力 及科目打点时 请务必召开 科教学研究会讨论 实习员打点代表高度对应 表示该科目中有章节名列 空心员代表低度对应 表示科目中虽没有章节名列 教师与授课人会提及 若无对应则留空白 开设选修课程 是为了不同能力的孩子 能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 专程科目 也就是适性扬才 依总纲规范 学校开设之选修总学分数 应答学生应休息 选修学分数之1.2至1.5倍 以广告设计科为例 专业科目 实习科目 及科专业能力对照表中 可看到色彩原理 与第1、3及4项科专业能力 是高对应 但是在第5项是第对应 表示色彩原理这个科目 是与平面玩稿能力 广告创意发想 沟通表达提案报告 及执行制作的能力 是紧密连结的 科目与科专业能力表完成后 才能画出科课程地图 科课程地图 可呈现所有老师们 想要培养孩子们的专业能力 而每一个专业能力 要修什么科目 就可以让家长及学生 清清楚楚看到 也同时让学生知道 选修课能选择适合自己的课 所谓课程地图 是将学校本位课程图示化 以呈现课程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让学生方便掌握各学期的课程选修资讯 并了解各类课程 及各个科目 与哪些能力有关 以及与哪些生涯或职涯发展有关 课程地图 未有知识格式之规定 只要能清楚呈现说明即可 此页之课程地图 是以中正高工金属工艺科为例 第三部分介绍 国教署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为使新课纲实施能够稳健与顺利 教育部在107年相关计划 及预算中 皆以拟定相关配套措施 完善各项法规配套 全面盘整及检视现行相关法规 新增及修订多项法规 必学校居以规划新课纲课程 第四部分 与一般科目关联为何 设计群的专业课程 与一般科目的关联性 以自然科学、社会、科技 这三个领域举例说明 在自然科学领域 可以研拟夸科同整形 实作型及探究型课程 以专题实作 Helper 幽默医疗为例 可在化学 及生物学习内容的主题中 设计实作型课程 可以帮助学生 在进行相关设计时 能有更深入的发挥 专业科目与一般科目 彼此间课程内容息息相关 例如 色彩原理与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波动 光、科学 在生活中的应用相关 与社会领域中的服饰、建筑 及科技的历史 亦是相关联的 如本图所示 实习科目 与一般科目彼此间 课程内容亦有相关 例如 表现技法实习 与科技领域的工程设计与实作 自然科学领域的奈米材料 先进材料相关 与社会领域的台湾建筑的 多元面貌是相关联的 如本图所示 开设校定科目时 亦可检视专业及实习科目 与一般科目之衔接性 例如 校定科目之广告设计实习 及专题实作 皆可连接到语文、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技 及艺术领域之学习内容 感谢各位老师的聆听